通过什么方法才能打造一颗强大的内心 具体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 不轻易被负面的情感所支配 你好我是高护士 本期视频将告诉大家怎么做 才能打造一颗强大的内心 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 让内心更安定更坚韧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如意 来自家庭工作各个方面的问题 如同无数座看不见的山 压在我们的身上 不止如此 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环境快速的变化 更加深了每个人精神的压力和内心的不安 而面对这一切 有的人似乎能够坦然应对 而有的人却不能很好的处理 无法掌控消极和悲观的情感 也很容易愤怒和暴躁 失控的情绪 有时甚至会让行为走向极端 但庆幸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超强的大脑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 就越有它的发挥空间 那具体要怎么做才能遭遇了不幸 也能让内心不至于像玻璃一般 轻易的就被击碎 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理性 不轻易的被那些不良情绪所支配 训练大脑的前额叶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终身受用的 所以希望你能看完这个视频 本视频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什么要训练大脑前额叶 第二部分训练大脑前额叶的方法 那这就正式开始吧 第一部分为什么要训练大脑前额叶 我们的大脑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 性人和和前额叶 恐惧悲伤高兴这样人类本能的这种情感 是由性人和产生的 相对应的 通过理性来操控这些情感 进行思考计划决策等等 这些高级的信息处理 则是由前额叶来担任 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 一言不合就变得很暴躁 脾气可能瞬间就会爆发 情绪一不小心就会失控 回忆一下 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被一点小事就点燃 然后开始怒吼 一时之间 情感像脱了江的野马一样难以控制 其实这和大脑前额叶的状况有关 产生喜怒哀乐的性人和 是感情的动力装置 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它是情绪的发动机和油门 而相对应的 前额叶则像是刹车和方向盘 是驾驭在情感之上 引导其方向和制动的装置 举个例子 愤怒是我们的本能 而当我们开始生气 马上就要将木火对着面前这个人喷发 出来之前 等一等等一等 这样发火是不是有点不妥 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对的地方 除了发火 是不是也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在这一瞬间 调整和控制这个的就是前额叶 前额叶又被称为是大脑的指挥中心 是大脑最高的决策机构 也有人把他比作是公司的老板 所以可想而知 老板要是乱七八糟下指挥 下面的员工还怎么好好干活呢 有一些表现出极端倾向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前额叶的工作出了问题 比如恋爱失败 已经和对象分了手 却始终忘不了对方 忍不住不停地打电话过去 对方不接电话就不停地发消息骚扰 甚至不停地暗中跟踪 这就是典型的理智 已经完全被情感所占据 信任何的失控 让前额叶这个老板已经无法掌控局面 前额叶的发育成熟时间 比其他器官都晚 通常认为 要到20岁以后才能逐渐发育成熟 所以为什么年轻人相对较容易冲动 这个和前额叶还未发育成熟是有一定关系的 然后一些老人年纪越大 脾气也越大 这和上了年纪后脑部的萎缩 造成了前额叶的控制能力下降 也有关系 看到这里 应该已经明白 为什么训练前额叶 可以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 更容易获得一个安定的 不易波动的内心了吧 其实前额叶的训练 除了刚才说的能更好的控制情感 还能提高判断能力计划能力 提高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当要同时处理多个事情的时候 顺序的安排和分配能力 这些需要理性思考和决断的事 也都和前额叶的活动有关系 所以刻意的对它进行训练 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将 受益终身的 那接下来视频的第二部分 就跟着我一起 看一看具体的训练方法吧 对了如果你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 记得关注我 我会继续更新 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 就帮我点个赞吧 第二部分 训练大脑前额叶的方法 方法一 到有干扰的环境中 做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比如阅读 或者学习一个新的知识 思考一些有困难的问题 当处于嘈杂的周围 有人说话 有人走动的环境中 通常人会比较容易分神 在这样的环境下 阅读有一定难度的书 需要消耗更多的注意力 这样一来 前额叶就会加倍的活动 从而达到训练的效果 这其实就是脑的负重运动 就像背着背包上楼梯 当习惯了之后 取下了背包 扔掉了负重 就会变得更轻松 和这个道理是相似的 方法二 可以不使用方便的工具 随着科技的进步 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 越来越多的事情 AI就可以代替人类完成 强大的算法 也会根据我们的喜好 将我们需要的服务物品信息 精准地推荐给我们 我们可以不经思索 不用费脑筋 就轻松地达到目的 但当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 前额叶的活动次数也在减少 常说脑子不用会生锈 这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它和肌肉一样 越用才会越强韧 所以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偶尔扔掉这些方便的东西 有意识地给自己制造一个 有点麻烦的环境 比如尝试不使用地图导航 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 现代人习惯了低头导航 一旦失去了依赖 大脑会警觉起来 立刻开始收集处理周边的信息 然后对其做出判断 这样一来 前额叶就会变得很活跃 从而得到训练 方法三 刻意改变一些自己的固有习惯 多做一些计划以外的或没做过的事情 为什么说要改变一个人很难 因为从根本上讲 我们的大脑是厌恶变化的 它不喜欢耗能 喜欢碍于现状 做计划内的 已经会了的并且确定性高的事情 往往是发生了意外的时候 前额叶也才会开足马力努力工作 比如在外地订好了回家的机票 结果到了机场 由于天气原因 航班突然取消 然后返回酒店的时候 路上又遇到了前方的事故 交通无法正常应转 这时手机快要没电了 明天约好的跟客户见面怎么办 接下来计划时间该怎么安排 这个时候 前额叶会变得非常的活跃 当然 现实生活不可能每天都发生意外 也不可能人人都去当探险家 天天探索新鲜的未知食物 但可以从日常生活的小事 有意识地做一些改变 比如习惯用右手的人 刻意地尝试下用左手做事穿裤子 习惯先进左腿的人 偶尔颠倒一下改成右腿 在比如做菜的时候 不要照着别人的菜谱原样抄作业 尝试下自己创新 或者是多接触一些和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 又或者是尝试投资 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 做一些小小的冒险 总之有意识地置 造一些新的和以前不一样的生活场景 尽量打破既定的原有的模式 这样都能锻炼到前额叶 其实当我们做那些 闭着眼镜都会做的事情的时候 前额叶是很少参与活动的 业务都那么熟悉了吗 老板就可以撒手不管了 但这个不爱管事的老板 还是应该经常敲打一下它的 这样才能在遇到真正危机的时候 情绪不会崩溃 在任何时候 都能更理性地做出最优的判断 方法四 注意饮食 改善肠道健康 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 肠道系统被称为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 它有着自己独立的神经网 是人体的第二指挥中心 这个二老板没有大脑的指令 他也可以独立活动 并和大脑相互协作 共同管理 大脑和肠道会互相通报信息 并互相影响 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脑肠轴说的就是这个概念 有时当十分紧张焦虑的时候 会产生腹泻腹痛的反应 生气的时候会没胃口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相反肠道状态不好的时候 也会反过来影响情绪 更容易产生不安和焦虑 关于这个肠道的话题 说起来篇幅会比较长 在这里就不过多展开 以后有机会 我在另外做关于肠道的视频 总之 想要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控制好情绪 改善肠道健康是必不可少的 这方面可以多吃一些发酵食品 比如酸奶 芝士 然后多吃含植物纤维和低聚糖较多的食物 比如胡萝卜 西兰花 菠菜 葱 洋葱 大蒜等等 这方面的信息网上很多 你可以自己查一查 记得关注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